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今晚起是今天7月17号 进行的第26届农心杯中国选拔赛的决赛 由黑方克杰对战白方,顾子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选择对角 黑棋挂,白棋也挂,黑棋飞压令型 白棋坚定完之后搬目前常见的AI定势 白棋爬,黑棋打了之后,白棋跳,黑棋再长 下一招棋,白棋左边飞压,黑棋二路飞 二路飞跟贴了之后再飞相比 就是让白棋外边变得不是那么厚 当然自己呢,这个棋也会被压缩的更厉害 之后白棋跳,黑棋坚定 白棋立,黑棋局部拖前之后,左上点脚 然后选择跳的变化 因为黑棋现在也是针子有力 当白棋右下贴住要引针的时候 黑棋左上再肩不齐 之后白棋不愧是孤老师 直接出动,这颗子形成一个战斗 黑棋拐了之后跳,白棋长,黑棋沾 接下来白棋往前跳 黑棋拐头 白棋下方飞,又保证自身的联络 又想要封锁右下黑棋这朵花 黑棋先来手大跳出头 破坏了白棋周围的潜力 并且让白棋周围的联络出现问题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二路飞破眼的话 那黑棋是丝毫不惧的 因为右边有这种冲断 冲断白棋不可能从这打 不然的话黑棋往这也打一段 打一长 那白棋不行 那黑棋如果说断在这儿的时候 白棋外边粘,黑棋往脚上一贴 你吃一个,然后往这儿一打 白棋提,黑棋立,那也是火棋 所以说实战白棋是粘右边 黑棋往下方一次 在这儿,顾子豪进行了一番长考 普通来说,粘比较合适 这个也是一选 黑棋虎一个,白棋局部脱先 实战白棋打吃 更加强调破黑棋的眼 那这里的话呢 黑棋的最佳下法是靠这个 因为白棋毕竟打在这儿 棋形有缺陷嘛 你靠一个,等白棋挡住之后 黑棋再挡 等白棋粘,黑棋下方扳粘 这样白棋这个下方还是有缺陷的 黑棋首先已经活了 他比如说补在这儿 将来这儿还有段 补在这里呢 那白棋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说这个靠这个要点 实战黑棋是二路飞 白棋再次长考 这个地方首先白棋不敢挡 挡的话被黑棋往这儿一靠 还是这个要点 你一冲 他一反冲 顶住再断 等你站上黑棋一拐 等你挖的时候黑棋打了之后 闷住 断打黑棋反打白棋再长 反正里边黑棋打吃就是一个解身 这样白棋也不是很敢 那白棋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最好的当然像实战一样压住 当然你如果说飞一个把这儿的联络给补补好 然后震的一个先手之后 去扩张外边的模样也是可以的 那黑棋大致就分头 实战压住更加紧凑一点 黑棋爬白棋扳了之后 黑棋扳了之后顶住 下一手棋 白棋这个扳过分太瘫了 应该直接跳方补棋 什么事都没有 扳这个指望黑棋补一手段 白棋再跳方 结果遭到黑棋的反击 柯杰也是判断清楚之后 选择这里冲断 因为白棋肯定不可能粘这个 粘这个被黑棋冲了断 你拐了它粘 再冲再扳 再断再长 那里边白棋还是要交在这 所以说这个尾巴暂时不难要了 之后白棋左下冲了二路跳 要杀这个脚 那这个地方呢 黑棋当然可以选择冲断 然后把这个完完整整的给吃住 当然底下暂时没什么起 比如说这里坚定啊 斑啊 长啊 白棋立啊 你要是挖的话 白棋走 你再走再长 你要粘可能把你封死 封死在里面 只能说这儿还有一些味道 实战 黑棋是选择左上的夹击 然后白棋底下挤 又补了一手 这样的话 黑棋比如说现在粘 白棋立 你在等白棋一点的 黑棋还是死 不过即使白棋往这补了一手 周围还是有味道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就是看似黑棋死了一个脚 但是因为左上 黑棋可以连走两手去攻击白棋 而且左下这个地方 白棋还没有吃干净 所以说黑棋并不差 而且之前黑棋右下 已经吃掉白棋一个尾巴 之后黑棋往上飞 白棋搬了在虎 黑棋打吃 白棋大跳出头 黑棋选择非常稳健的 四路飞出 之后白棋二路跳 把这个根据力给他做出来 然后黑棋粘底下 把这个尾巴彻底吃住 吃住的话呢 白棋得打吃补一手 如果说你不走的话 被黑棋穿向眼 你压他断 这个地方要出奇 实战白棋打吃 黑棋左下脚沾了之后 白棋立 黑棋往上照住 接下来白棋冲了拐 黑棋单长 这个地方搬不行 搬的话被白棋一挖一长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被白棋给穿通掉了 这个不行 所以说黑棋长一个 白棋冲了断 黑棋打了沾 白棋再拐 黑棋连搬 这个地方白棋再次进入到一个小长口 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白棋作战不是非常有利 如果说你这样断打完之后 打吃 压住黑棋长 你把这颗子尖出来的话 那黑棋一拐 你补断 他再一照 那白棋是非常勉强的 因为你搬黑棋断 你首先不能搬这个 搬这个被黑棋一打再一打 那这个棋直接一气收 长这个的话 被黑棋靠这个 你也不能搬 搬的话相似断 那黑棋吃通了 长这个的话 黑棋先手延棋 再往中间一贴 那白棋还是不行 首先左边这个冲断不成立 被黑棋一打一贴就死 中间这个尖也不行 中间尖被黑棋一照 你要是团 沾上再一拐 那黑棋一打 那这个棋明显 黑棋也是气比较 比白棋更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那白棋暂时动不了 站不动 实战的白棋是挂脚 挂脚 然后黑棋沾 白棋双飞 之后黑棋靠压完之后 长 白棋长这个 黑棋挡住 白棋再拆杆 刚才这手中间的沾 补一手 体现出柯杰 现在非常成熟的一个 这个棋风 这个自补一手 确实非常的厚实 右上被双飞燕 其实也没事 接下来 黑棋左上冲了之后 拐下来 白棋搬做活 黑棋上方阵头 这个阵头一方面 是威胁白棋这个拆 一方面是要围中间 如果说白棋 就这么乖乖的二路飞 那黑棋很有可能 就走一些俗手 把这个压过来 中间一围 黑棋局面不错 实战白棋贴起 这个就是不想让黑棋 好好唯控 当然自己的拆尔 也更加的薄了 眼尾还不够 之后 柯杰也是下出了 AI的推荐 就是左下这里的挡 这个地方 只能说太敏锐了 当白棋点的时候 黑棋右边在断 直接动手的话 当然有点难 比如说你尖顶白棋虎 几个白棋打了之后连回 你上边打再打 白棋可以沾 左下一个断 外边这个棋 白棋还有眼 实战科捷是先往右边去断 断了之后 等于说扳在这 白棋反扳 黑棋上边尖顶 把这个角控先手牢 并且威胁白棋最差 白棋扳一个 黑棋虎上来 然后白棋下来 这个沾不好 沾的话眼位比较差 最好的应该是打了之后 虎这个 因为黑棋打白棋沾 对吧 将来外边还有断打 你实战沾这个稍差 之后黑棋往上靠一个 这个靠也是试一下 应手 白棋如果说上边 扳断的话 那黑棋顶 就是你打这个 黑棋挡住的话 这一断打吃通了 你只能从二路 打了沾的话 黑棋还是可以虎下去 这个地方就 白棋 无趣 实战白棋往上去扳 这里试了一下 应手之后 黑棋立马又回到 下方肩顶 白棋其实还是 应该虎下来的 长的话 后面要出奇了 之后黑棋挡 左眼 白棋变一个破眼 然后黑棋左边 打吃下来之后 脚上冲一个再拐 这个拐也是个 细节的地方 不要直接断 直接断 被白棋多打一下 他的眼又出来 气又出来 而且黑棋脚上 还少气 这个一定要先拐 威胁这个打吃 接不贵 但白棋实战 占周呢 黑棋在虎这个 虎这个其实是个先手 因为随时瞄着 这个一路拖 要杀白棋 左上这一块 这个眼被破 白棋局部就活不了 实战白棋点刺 是希望黑棋补 然后对于下方 这里的白棋 稍微有些照应 但也是马上遭到了 柯杰的反击 直接断在这 白棋打黑棋长 这样的话 白棋底下是 留有一个断点 而且真不刺黑棋 就是说他只有往前打了瞻 然后黑棋再跨了 跨了之后 白棋搬这个 黑棋断 之后白棋 从这个上面瞻 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面临两难 如果说你从 这个边上去打持 被这儿 黑棋先手 补一手段 黑棋马上 往这个左上 一路拖 那白棋局部就已经死了 这样你先死一块 肯定是不行的 就算左下角 把黑棋吃掉也不够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 白棋的空 实战白棋拼一把 选择沾左上 沾左上的话呢 黑棋就底下拐一个 白棋打了贴 黑棋断 白棋打黑棋提 局部形成一个对杀 之后白棋往外夹一个 黑棋 虎了之后沾上进气 白棋坐眼 黑棋斑 白棋扑黑棋提 接下来白棋中间扳 黑棋反扳 这个里面呢 双方都有眼 都有眼 然后脚上这个棋 如果白棋单粘的话 又有一个铺结的地方 所以说大致现在 可以看成一个是 要不然打结 要不然双火 后边白棋长 黑棋粘 然后白棋粘这个 黑棋先往中间断一下 粘上 这样其实白棋就不太行了 就你中间如果提 黑棋粘 你粘左下角 黑棋团住 长棋 粘下来收气 黑棋团 再紧气 黑棋再粘 再紧气打吃 再紧气提掉 再紧气 黑棋外边紧 就你这个里面 你想杀黑棋 只有铺结 当然是黑棋的 一个先手提及 所以说打结的话 其实白棋已经不太行了 实战白棋上面点刺 这手棋没太看懂 有什么用 然后黑棋也是 直接把中间 给两口子吃通 这样的话就是铁厚了 再也没有任何味道 被白棋上面穿掉 黑棋气掉 就是四颗子之后 再往脚上 抢先手 再一尝 那白棋就死透了 因为这个地方 有道铺嘛 你得粘 粘的话 黑棋粘 你再收外棋 黑棋再走 对吧 你再断 收外棋 黑棋再一打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 这个眼杀了 就如果说你这样团呢 黑棋很简单 就紧气嘛 你再走这儿 再走 再走住 再打持 快一棋杀 就不是眼杀 就是快一棋杀 所以说实战当黑棋走到这儿的时候 白棋打龙直接死 那这个转换肯定黑棋赚大了 接下来白棋右上扳 黑棋反扳 白棋打持 黑棋长这个作业 白棋再往这儿守一步 接下来 黑棋拐了之后 往右上立 立掉之后 中间夹 白棋夹这个 本以为黑棋可能虎这个抢先手 再把脚上给守住 结果柯杰更厉害 下出了AIA的一选 冲这个之后 跳这个 当白棋打黑棋沾上 把这一团硬拽出来 这个是最为强硬 也是最好的下法 之后白棋右上断打之后 再往中间接 就是这个地方 打持的话 黑棋是不怕的 打持黑棋沾 体调沾上 分段 靠住 挖 断打 反打 再从这反打 体调再一沾 那这白棋等于说 中间这一根棍子要死 也杀不死黑棋 实战白棋尖 黑棋沾 白棋跳 黑棋在这也是挖了顶 又下出一选 就这一盘棋 柯杰发挥 堪称神勇 接下来白棋拐打 黑棋往这打持 再打 白棋虎 断的话 就是黑棋可以打这个 打这个中间已经一棋收了 白棋就不行了 一断右上角 黑棋这提先手 再一虎 这个是比金桂角 还要多一个眼位的 那一定是我棋 白棋如果夹 并这个 黑棋再一烤 这个铁货 实战白棋虎一个回家 然后黑棋提截 白棋左下角沾 这个收器 截材还挺多的 提过来之后 黑棋再沾 然后白棋跳到脚上 只想把黑棋两边 连在一起 一起杀 然后黑棋提截 白棋提这个 再提 但是这个立方 其实是个连环节 加莱 克杰下来非常好 其实这个棋最简单 黑棋跳个方 在这坐眼 上面联络 就可以完全安定下来了 实战 克杰这个断 更加积极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白棋断 黑棋可以打这个 然后直接把你滚薄 滚薄一下 对吧 然后顺势先手连回 这个追求更大 所以说白棋肯定要 从这反击啊 黑棋之后贴住 白棋也不能从上面打 从上面打呢 左边这四个紫围一吃也不行 只有顶 顶的话黑棋贴住 白棋中间再断 黑棋提 底下白棋准备收器 黑棋沾 踢截 然后黑棋打吃 白棋左边一打 再一尝 黑棋提 这个就是后面白棋认输了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连环节嘛 就是白棋如果左下角继续收 黑棋往上打 对吧 踢截 你再收再走 再踢截 黑棋可以先把这个给吃掉 因为连环节的话 你只能沾啊 沾的话黑棋再踢 变成一个单截 单截的话 主要白棋左下节才有限 黑棋向上边这里的断 节才再提 你左下打吃 再提 黑棋上边这里的打 再提 比如说你这个左边送一个 再提过来 比如说黑棋右边这里的断 各种节才 本身也一大堆 对吧 那这个棋肯定白棋是互联为利了 包括中间这里的冲啊 各种节才 所以说这个节也没打下去必要 白棋肯定是打不过 最终黑棋获得胜利 那这一盘棋可以说 柯杰下的是行云流水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失误 然后呢 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占据着全盘的主动 关键时候都下出了一选 可以说发挥的是非常好 那这样的话 柯杰也是进入到这次农心杯的阵容当中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